皇帝的性生活什么样 现在中国的大多数人大约不太知道 可是我们却都知道 皇帝可以名正言顺地拥有后宫家历三千人 众多男人对皇帝的性生活艳羡不已 却不曾思考皇帝的性生活是否真的健康和幸福 以及这种艳羡下的深层心灵 拥有后宫三千不等于幸福 从表面上来看 皇帝的这种性毒霸和性垄断 是来源于动物界的性毒战 也就是在一个群体中 最强壮的雄性占有所有的雌性 或者说 皇帝在发挥雄性动物的本能方面 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 其实不这么简单 幸福是一个被动语态的表述 只有被皇帝性了的女人才是福 皇帝去性别人识自己却不一定是福 因为皇帝的这种性毒霸仅仅是为了子孙满堂 而且各个血统纯正 在儒家最早的典籍里 已经把这个目的说得清清楚楚 却只字未提皇帝本人的性快乐 换句话说 别看皇帝似乎享有最大限度的性自由 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精子提供机 他的一切性活动 实际上只不过是在履行敷衍后代的义务 只不过是在为万代江山永步变色而全力以赴 皇帝们都早婚早育 中国宫中男子的结婚年龄一般不超过18岁 大多数是在13岁至17岁之间 几乎所有的皇帝 小皇帝 太子在正式结婚之前都已临性过女人 有着熟练的性经验 有的甚至已经生儿育女 西晋的赤鱼皇帝晋慧帝司马中 在做太子的时候 13岁时结婚 在司马中结婚之前 他的父亲晋武帝司马炎派后宫裁人谢久 前往东宫 以身教导太子 让太子知道男女房为之事 谢久离开太子的东宫时 已经怀孕 谢久后来在别处宫室生下一个儿子 几年以后 太子司马中在父母宫中见到一个孩子 见五弟告诉他 这是他的儿子 他大为奇怪 同样 北魏文成帝拓跋郡17岁结婚 但他13岁时刚步入青春期 便已临性了宫女 14岁就做了父亲 清代宫中明文规定 皇帝在大婚之前 先由宫中精选八名年龄稍长 品貌端正的宫女 供皇帝领域 这八名宫女的名分 一般是冠以四个宫中女官的职称 即司仪 司门 司寝 司障 清代宫中的这种规定 目的是使皇帝在婚前 对于男女房事取得一些经验 以便再和皇后一起生活中不治炯迫慌乱 能够从容不迫 如果皇帝沉溺后宫 就会有许多忠臣来喋喋不休的冒死执箭 还会搬出圣人的教诲和祖宗的章法来 直到搞得皇帝不胜其凡 最终不得不浪子回头 如果他一意孤行 那么虽然没有一个凡人能够制止他 但是按照儒家的说法 他就会纵于王身或者欢迎丧国 受到上天的惩罚 当然 这其实是胡扯 王身不在于纵于 而在于乱补乱吃药 丧国则是诸多历史因素的杰作 与皇帝本人的性生活一点边都不沾 正是由于处在这样一种 其实最不自由 和最缺乏情感色彩的性制度之中 历史上有许多皇帝发生扬尾 或者对性生活不感兴趣 而且不见得比那些纵欲之君少 如果是这样 那么满朝文武就会如丧考彼 千方百计地给皇帝治病 甚至不惜把他给治死 直到如今 市面上的许多壮阳药都或明或暗地 转弯抹角地宣称 自己来自大内秘传 就是拉这个大旗做虎皮 只不过历朝历代的奴才们 绝口不提皇帝被治死的是 反而把这一恶果强加到金平美里的西门庆身上 这大约也是一种欺软怕硬吧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自幼长于深宫 当他还是十二三岁之童时 就已开始性生活 长期的淫乱生活 招致了物极必反的结果 导致他患有严重的阳尾 溥仪的性无能越来越严重 他一直在想方设法治疗自己阳尾的毛病 不断地服用各种各样的补药 围满期间 他甚至睡觉前都注射德国 思宝命男性荷尔蒙激素 起初每天注射两毫升 后来逐渐增加到八毫升 十毫升 然而并未见效 反而虚弱得走几步就喘 眼睛怕见阳光 这种难于启齿的秘病 使溥仪对自己的后妃 产生一种变态心理 由冷漠发展到歧视 反感 皇后宛容因长期生活空虚 心情苦闷而精神失常 淑妃文秀 由于是第九年 魏蒙一姓而与溥仪决然离婚 在获得特赦以后 溥仪也曾尽量想法治疗性无能的毛病 可惜为时已晚 顾及未能得到根治 总而言之 尽管皇帝的性生活 可能真的令人眼花缭乱 但是那只不过是最纯粹的 维生职行为和最彻底的性的政治化 他自己的性感受其实并不重要 所以除了唐明皇之外 中国历史上的一百多个皇帝老儿 几乎没有一个曾经有过 哪怕是勉强说得过去的爱情 这害得现在还在给皇帝捧臭脚的某些文艺界人士 不得不胡编乱造出许多光怪陆离的故事 企图给皇帝造出情种的光环 这恐怕已经退回到孙中山以前的时代去了 在中国男人的心目中 皇帝的性生活被认为应该是个什么样 也就是说 皇帝的性生活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为什么在皇帝完蛋将近一百年之后 仍然能够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好奇心 一般人认为 皇帝性生活的最大特点 就是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片非外加三千宫女 也就是多多益善 可是 这有什么出奇的呢 三宫六院七十二片非 对于时下某些大权与大款 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虽然三千宫女邪乎了一些 但是如果把性服务小姐也拉来凑数 恐怕也还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说 中国男人对于皇帝的性生活的羡慕 实际上并不在于占有的女性人数多 而在于隐藏在背后的一些东西 首先 皇帝的多多益善是名正言顺 合理合法 天经地义的 既不需要弄权 也不需要花钱 更不需要偷情 也就是说 皇帝在占有女人这方面的投入产出比是最小的 简直就是无本万利 尤其是 她根本不需要害怕什么道德压力和舆论监督 更不必去争论如何修改婚姻法 这大概才是皇帝性生活的第一大的吸引力 至少时下那些正在千方百计地隐藏自己的二奶的男人 那些正在因为嫖子超之而心痛不已的男人 可能都会由衷地感叹道 还是皇帝好啊 其次 皇帝的女人是从哪里来的 是普选天下来的 是纯纯脆脆 完完全全地占尽天下美色 谁敢不从 必使大逆不道和犯上作乱 这可太让那些号称房子不在于有多少平方米 而在于藏了多少娇娃的大权和大款们 那些巧立名目 玄美却又可远观而不可泄完的酸男人们 极度地快心脚痛了 第三 皇帝在众多的女人里 想挑哪个就挑哪个 想要就要 想不要就不要 她既不用担心被指责为喜心厌旧 也没有什么始乱终器 她有幸自由 看看时下的大权与大款们 官再大 钱再多 这种自由也仍然是多么的渴望而不可及啊 第四 皇帝的女人们不仅百依百顺 而且往往认为被信了才是福 往往真心实意地谢主隆恩 因为他们一旦被信了 身份地位马上暴涨 万一怀了隆重 可就一步登天了 他们对皇帝当然是忠心耿耿 日月可见 这可真是天大的福分 君不见 时下的一些大权和大款 不仅时常被小蜜的撒娇耍泼搞得焦头烂额 而且一旦东窗事发 他们的命往往就坏在小蜜的一句供词上 皇帝的性生活有专门机构管理 明朝管理皇帝卧房事务的机构称为靖世房 最高的富贵人称为靖世房太监 其任务是安排 记载皇帝和后妃姓娇 在皇帝和皇后姓娇时 靖世房太监必须详细记录年 月 日 以作为受胎的证据 皇妃和皇后不同 皇帝所宠爱的妃子都各有一张绿牌 即末端染绿的名牌 在事后皇帝吃晚饭时 靖世房太监会把十几张或几十张名牌 置于大银盘中 和晚餐一起端到皇帝面前 等皇帝参臂 他就会在皇帝面前听后指示 如果皇帝无意找哪个妃子过夜 说一句退下即可 如果皇帝要找哪个妃子过幸生活 就把这个妃子的名牌翻转过来 放回银盘 靖世房太监退下后 把名牌交给别的太监 他则通知这个被选中的妃子相趟术欲 做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 皇帝就寝的时间到了 他就脱去妃子全身衣服 用羽毛制成的毛衣 镶住他赤裸的身体 背他入皇帝的寝宫 这是为了防止有人暗藏武器 带入皇帝寝宫所采取的安全措施 然后 靖世房太监和另几个太监 就守候在皇帝寝宫外面 等候皇帝过性生活结束 如果规定的时间到了 太监就会高呼时间到了 皇帝如果没有回生 他就再次呼叫 如此反复三次 就一定要把妃子背回去 同时 靖世房太监要记录年、月、日 以作为日后受胎的证据 生孩子与否 对妃子日后身份的高低 有很大影响 正因为皇帝的性生活被想象成这样 所以在传统的中国男人看来 当皇帝大概是最高梦想了 这梦想 不仅仅在于大权在握 威夷四海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就是性的自由自在 也就是说 在中国男人对于人间极乐世界的憧憬当中 性一直占据着至少是第二重要的地位 也恰恰是因此 在历史上的现实生活里 中国的社会制度 才一直仅仅允许皇帝一个人实现这一梦想 因为这种性的天堂 只有至高无上的那个人才有资格去享有 反过来 尽管其他人也许可以靠权力或者金钱而妻妾成群 但是如果想来个性方面的鸿夫齐天 那可就不仅仅是杀身之祸 恐怕要被灭九族的 以史为鉴 我们可以看出 现在那些仍然在金屋藏郊 甚至海纳百川的大权与大款们 绝不仅仅是性乱 他们是在模仿皇帝 是在以此证明自己所拥有的巨大权势 是在谋取一种寻常看不见 偶尔陆征荣的政治地位 是向1911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挑战 报章上的无数案例都表明 这样的人在他们的权力所及的范围内 在性以外的各个方面 无不理行封建制或者独裁制 一旦他们攀升到某一级的权力顶峰 无不成为土皇帝 他们并不是为了性乱才去弄权的 而是愁愁满志的以权谋性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点击订阅按钮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您的点赞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